酷热的暑期已经过去 在接下来的秋季档 有哪些最新美剧值得期待 IMDB网站为大家推荐了七部新剧 《龙之家族》8月21日开播 HBO又一部魔幻史诗剧作 作为权力的游戏前传 刷新开播收视率新记录 口碑爆棚豆瓣8.7 唯一的槽点就是选绝丑了一点 《特殊病人》8月30日开播 史蒂夫·卡瑞尔主演的一部悬疑惊悚剧 讲述心理治疗师在遭受丧妻之痛之后 又被一名连环杀手绑架 《指环王力量之界》9月2日开播 亚马逊是巨资打造的史上最贵美剧 展现传说中的中途世界 第二纪元历史上的那些英雄传奇故事 时间设定在霍比特人和《指环王事件》 数千年之前 美国武男9月9日开播 惩罚者男主乔伯恩色主演 翻拍自1980年的同名电影 讲述一名高级武男和一个政客的妻子勾打 结果意外成为一宗谋杀案的嫌疑人 安多9月21日开播 星球大战又一部衍生剧 围绕男主角卡西安安多展开 故事发生在星球大战外转侠道一号的时间线之前 希望和曼达洛人一样精彩 武业俱乐部10月7日开播 网飞推出的一部全新悬疑惊悚剧 讲述一个叫午夜故事社的俱乐部 八名成员每天午夜相聚 分享一个又一个恐怖的故事 由鬼入侵主创团队打造 堪萨斯城黑帮 11月13日开播 由好莱坞老牌动作巨星史泰龙主演 他在本剧中扮演一名 在监狱服刑25年后 重获自由的黑帮大佬 他将夺回他失去的一切 这里是胶囊电影台 关注我 了解更多欧美影视资讯 请不吝点赞订阅